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在现实中归纳出来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它是一个整体的框架 那么这个系统呢 宇宙全息系统它包括了两大部分 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存在 那么空间呢 我们选择了这个线性几何的多元文化 高维智慧系统 也就是多维系统 存在呢 我们是通过研究存在的共性 寻找到最简单的存在 所以我们把它叫质检 那么他们整个这个系统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 叫宇宙质检心法 或者叫质检原理 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空间这个概念 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 我们研究空间的系统 其实有无穷多个 有佛教的系统 有基督教的系统 道学的 儒学的系统 那么所有的系统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它们都是在描述这个空间 都是对整体空间的 某一种特征的描述 或者说 它们都建立了自己自洽的整个系统 那么每一个系统跟系统之间 其实它有着内在必然的关联 但是呢 往往我们在研究它们的关联性方面呢 可能缺少一个这个完整的体系 或者一个简单的系统 把它们关联起来 所以各个系统之间的关联 或者交流 有很多障碍 特别是在 每一个系统呈现的复杂性方面 很难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 那么我们借用数学的一个空间系统 把所有的系统进行一个关联 为什么要借用数学系统 因为这个数学在这个时空里边的 整体的被认同的人是最多的 也就是说它的受众最多 所以我们基本不需要对这个系统进行普及 学过代数 学过算术 学过几何 大家对这个系统的理解 其实都已经非常普适了 那么在这个系统里边 我们在三维空间里边 我们对系统的理解 是从零维 一维 二维 三维 那么在这个零维到三维的整个系统里边 我们知道零维是一个置点 奇巧无内 一维就是一条线 这条线 它可以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那么我们在代数里边用X表达 它就是一个竖轴 在它上面发生的是加减乘除 二维是两个变量 一个X 一个Y 建构了一个二维的空间 在这个二维空间里边 实际它是有两个变量 有X 有Y 这两个变量 把整个平面界定了 实际上每一个平面 都可以由这么两个变量来界定 这就是二维 到了我们在三维空间里 到了第三维 升上一维的时候 这个出现第三个维 Z 它就是个立方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所谓的圆点 其实在空间中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作为圆点 这个圆点可以被称之为灵围 那么在这个空间的属性里边 把几何代数的数和形的关系 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所有的存在 基本都可以用数学的这样的模型加以表达 在解决物理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基本做的事情叫建模 在现实中我们做电脑设计 一开始都是做建模 建模什么 建立数学模型 那么数学模型 它在一个不同的空间范畴里面 建立的数学模型的属性不一样 在一维里边 它的属性是算数 到了二维 三维就是代数 大家注意 在所有维度里边 数学定律没有任何变化 不管它是加减乘出 微积分 各种数学关系 没有任何变化 而变化的只是变量 也就是多一个变量 就多一个维度 这里面呈现的是三个变量 实际在X轴上呈现一个变量 X加Y加在一起 X和Y轴呈现两个变量 那么第三个变量就是Z 我们可以想象 当我们在做代数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做代数问题 我可以解三元意思方程的时候 可以通过公式相前减掉一个变量 变成二元意思方程 做二元意思方程 继续减掉一个变量 变成一元意思方程 所以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降维的过程 为什么可以降维 因为它内在的数学规律 和它本质的规律没有变 当通过降维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唯一的解 在这个逻辑下 建构起的数学逻辑体系 产生了一种方式 一种方法 一种思维逻辑 叫数学归纳法 也就是其实在 整个事物的本质性质里面 完全通过一维和二维的关系 可以验证二维和三维的关系 进而验证 N-E维和N维的关系 降维的过程 就是去掉一个变量 去掉一个变量 出现的是什么关系 投影关系 比如说 在XA二维空间里面 我们有一个A加B 有这么一个事物 那么实际它在 二一维空间里面 X上的表达 它是一个投影关系 也就XA XB 而在Y轴上 它也是一个表达的是 投影关系 YB YA 当我这个物体 发生任何转化的时候 它在X轴和Y轴 这两个E维上的呈现 就会产生变化 所以投影员 决定投影的向 同样 我们在三维空间里面 我们熟悉的 机械制图系统 就是在一个三维的 空间 一个实体 我可以通过正视图 也就是正视图的一个投影 测视图和辅视图 三个投影 来表达它的信息 只要这个 投影员一转化 每一个投影向都会变化 而实际上 它有多少个投影呢 它有无穷多的二维投影 这种概念 给我们建立起的空间概念 其实告诉我们在多维空间里面 低维空间是高维空间事物的投影 高维空间是投影员 所以建立起这样的逻辑以后 我们就知道这个空间是通过多维的投影关系 建构起了一个对空间的描述 那我们再看这个空间里有什么 我们看到所有周围的一切 所有的人事物 其实都是存在 但是在这么复杂的存在里面 我们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寻找存在的复杂性 把不同的存在继续叠加 让它产生更复杂的存在 这是我们现代人进行科学研究 对现实这个空间里面进行不同的改造 把不同的事物集合在一起 研究边缘科学 研究这些事物在继续叠加以后产生效果 使得我们在现实中的任何一个系统 变得越来越复杂 当我们去研究复杂系统的时候 我们发现任何一个复杂聚系统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 变得难度越来越大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系统再合一 形成更大的复杂系统 但是在独立的复杂聚系统里面 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跟关联 遇到巨大的障碍 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一辈子很难 完整的了解一个完整的复杂的聚系统的细节了 所以有了我们的学科的分工 在同一个学科里面 也有了它的纵向的分工 也就是分段 有些人只研究了原材料 有些人研究的是分立元件 有些人直接研究的是分系统 最后有些人直接研究主系统 还有总体系统 每一个人在复杂聚系统的建立和使用过程中 都在完成的中间一个过程 每一个系统中间系统 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黑匣子 也就大家只需要考虑它的输入和输出功能 就能在更大的系统里使用这些子系统 那么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 人很难去了解这些事物之间的共性了 我们现在反过来 我们只研究所有复杂存在的共性 所以我们一切存在 这个空间里一切存在的共性是分子 而分子的共性是原子 原子的共性是原子核和电子 而原子核的共性是质子和中子 而质子的共性是中子加上正电子 这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空间里面研究到这个层面的时候 它的共性只有三个东西了 中子 当然这个中子跟这个中子是一回事 只是这里面有两个中子 正电子和负电子 所以一切存在只有这三个东西 那我把它写在这边 大家看到 这三个东西 在现代科学系统里面 统统把它叫基本粒子 我们再看看 基本粒子的共同属性是什么 基本粒子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属性 被称之为波粒二向性 也就是它有的时候是波 有的时候是粒子 它被称之为量子属性 其实比基本粒子 所谓更小的那些所有存在 通通具有量子属性 都有波粒二向性 那么好 我们去研究一下 波粒二向性的共同属性是什么 现代科学家研究电子的时候 认为电子其实不是一个石有颗粒 它是波形成的助波 也就是波形成的共振的一种空间的显化的效应 那么这种被称之为相对稳定的一种显化的东西 被称之为粒子性 而实际它的本态都是波性 是波态的 所以粒子性 实际是波动相干成的相 干涉是什么意思 就能量波相遇的时候 它局部相长 局部相消 局部共振增益 局部抵消 会形成明暗相间的干涉条文 所以干涉条文形成的干涉相 被称之为什么呢 在佛家表达它叫色 而波动性的本态被称之为空 所以我们才知道 原来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既是空 空既是色 它讲的是所有的存在 其实都是能量波 当然了 在心经里面再讲到这部分 后面还有一句话 叫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人的那种感受 包括我们的意识的活动 还包括我们的整个行动 运动规律 还包括我们的知识的叠加 信息叠加 都符合 粒子和波态的这种能量关系 或者能量同频共振的概念 当能量波产生同频共振的时候 它会产生了一种东西 就叫相 这就是什么 能量结构 形成的能量结构 就是所谓的色受想行识 在空间形成的能量结构 被称之为色受想行识 而在佛家管的叫五蕴 他说一切能量 是由这种五种能量的叠加 或者混合在一起 构成了我们现实中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领悟和感受 那么在五蕴能量里边 我们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实际就是能量波的相干产生 这样我们知道 一切存在都是能量波 实际能量波也有不同 能量波有不同类型的能量波 有巨型波 有三角波 还有不同的 比如T型波 根据负列变换 根据负列变换 所有的复杂能量波 最终都可以分解从 不同振幅和不同波长的正弦波 它被称之为什么呢 sinx 被称之为正弦波 被称之为减斜波 大家注意 它是最简单的波 当年我们在研究气功的时候 有些专家 有这么一个语言 有这么一个意设 就说这个时空里边 真正的存在就是三个东西 物质 能量 信息 大家注意物质是什么 其实刚才根据这个微观能量的 这种能量属性的话 我们知道物质实际是能量波 相干成的像 构成了物质 而能量 它的存在形式 就是波 而信息 恰好是波的振幅 波长 或者说频率 因为频率是波长的倒数 构成了信息 大家看看实际本质全是能量波 它三位一体 这样我们得到最简单的逻辑 一切最简单的存在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正宣布 这个地方如果叫阳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阴 所以在佛家 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一念 又叫一众生 道家管它叫什么呢 就叫阴阳 而道家说 一切的存在是法于阴阳 合一数数 就是说一切都是因正弦波而发生 而合一数数 就是能量波的同频共振 就是合一数数 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管它叫龙 龙是正弦波的图腾 所以说我们是龙的传人 中华文化是龙的文化 这句话说的非常的究竟 也就是这个文化 我们的文化 是从一切存在的十足就开始了 而且只要这个空间里面存在着 所存在的 有存在 就有正弦波 所以它不会断掉的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逻辑概念 我们知道 正弦波 如果把它分成阴阳两部分 那实际上阴阳合合为一 就构成了A加B等于1 这个A 就是这个阳谣 B 就是这个阴谣 它可以用这两个概念表达 那两个能量波相遇的时候 它实际 采用的是什么呢 是乘法 也就是A加B 乘以A加B 这是相互作用的概念 它也等于1 它乘出来等于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加上AB 加上BA 那么它用传统文化的表达的话 就是太阳 太阴 少阳 少阴 那它们对应的是什么呢 它对应的是火星能量 它对应的是水星能量 它对应的是金星能量 它对应的是木星能量 它们的综合能量对应的是土星能量 很有意思 我们中华文化里说的五行能量 实际就是两个能量波同频共振的五种空间震动状态 它表达的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宇宙空间结构的一种表达 而它恰好是什么呢 是两个能量波干涉形成干涉条纹 如果我这个图是一个全息干涉图的话 它是由无穷多组干涉条纹组成的 每一组干涉条纹只反映一个单一信息 那么一组干涉条纹 不同的朋友从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看到的像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观测者 观测它的第三个能量波不一样 这就是A加B的三次方 A加B的三次方 我们把它一展开 是A的三次方加上B的三次方 加上AAB 加上ABA 加上BAA 加上BBA 加上BBB 加上ABB 大家看一下 正好是 1 2 3 4 5 6 7 8 这就是八卦 所以八卦是我们三维空间能够看到的最简单的物质像 其实就是条纹 那八个物质集结 能量集结 加八个信息能量的集结 构成8864卦 就是8乘以8的话 8864卦 大家知道64卦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时空 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能量分布 也就是最基本的频谱 所以也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有能量最基本的基因 在这个逻辑下 我们才理解了 易经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老祖宗在几千年前 就已经把这个时空里面 所有存在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了 所以为什么说 易经是群经之首 因为易经开篇讲的全是龙 见龙在天 浅龙勿用 飞龙在天 群龙勿首 讲的全是龙 所以易经是群经之首 他也给我们真正的了解了 道生一 一个能量波 一生二 两个能量波 二生三 三个能量波 三生万物 8864卦 所有万物都是这么叠加出来的 基于这么一个逻辑 我们就不难理解 在整个宇宙空间里边 原来人类理解的宇宙 在中华文化里边 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表达了它的来龙去脉 大家注意来的是正悬波 是龙 去的还是正悬波 是脉 所以在这个逻辑中 我们知道原来宇宙中的能量在运动过程中 当能量波相遇的时候 它们开始产生干涉 当它们干涉到最佳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干涉向最强 离开最佳状态的时候 这个干涉就会变弱 这就是所谓的成柱坏空的整个过程 而所有能量波的运动是持续不断的 那么刚才我们表达了一个在同一个层次 也就是三维空间 能量波叠加 形成的我们现实存在的来龙去脉 我现在画另外一个图 大家注意 我可以无限的画下去 我可以无限的画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把它叫多维太极图 什么叫多维太极 也就是这个宇宙空间中 每一维都符合两仪四象八卦 这样的能量叠加关系 每一维都有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那么这不同维度的空间 能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再表达一下 一维空间是一条线 能量波在这条线上的传播 是纵波 这个纵波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密度的传播 而在二维空间传播呢 它是一个横波 而到三维空间的传播呢 它是个螺旋 大家注意啊 纵波是横波在这条线上的投影 而横波是螺旋 在这个面上的投影 这样的投影关系 告诉我们 不但空间符合投影关系 存在也符合投影关系 所以这样我们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n-1维是n维的投影 当n趋于无穷大的时候 是一切的投影源 这样我们知道n维 n趋于无穷大 他是一切的投影源 那他一切的投影源 在佛家管他叫什么呢 叫无上 无上正等正觉 在道家管叫无极 就上面再也没有了 那么在神学智慧里边 管他叫唯一 他们的共同属性 是n为宇宙空间 n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 那么在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佛 在这个地方被称之为道 在这个地方被称之为神 当我们站在一个平等的概念去看 跳出每一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所有智慧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些智慧 对他们的最高境界的描述 完全符合 n为n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 因为无上正等正觉 只要不是n为n趋于无穷大 它上面就还有 只有n为n趋于无穷大 才能堪称无上 只有无极 才能堪称 n为n趋于无穷大 才能堪称无极 只有n为n趋于无穷大 才能是唯一的 到了n减一为就有无穷多个了 就像二维里面有无穷多条线 三维里面有无穷多个面 这样我们才了解到 原来我们人类智慧如此之完美 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描述 他们描述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中间层次 对他们进行描述的时候 我们面临的什么问题 就是在这些描述的过程之中 用中间一个表达 去表达另外一个系统的时候 往往他们之间很难找到这种对应关系 当我们找到他们的共性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共性去描述 每一个系统的存在关系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高度的契合 那么在我们现实的逻辑系统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最简单的存在是能量波 大家注意能量波 特别是减辑能量波 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就是任意一个能量波 遍布整个宇宙空间 就像一个池塘里边 我投进一个石子的话 它的连移可以扰动每一个角落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告诉我们 波能量波传输的一个基本属性 在佛教里面也有句话叫 起心动念惊动十方神杀 它指的就是这个概念 当我们一起一个念 整个宇宙全部知道了 那我反过来 任何一个能量波 遍布整个宇宙空间 所以宇宙空间的每一个质点 它都会经历 它都会经历 那么反过来 这一个质点是灵维 这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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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灯 其实这个宇宙中的所有能量波 都会通过这一个质点 他们通过这个质点的时候 都会对这个质点 以自己的振幅和频率去扰动它 所以一个质点 我们就说灵维 它具足宇宙全部的信息 和它们相互关系 这叫宇宙 宇宙全息率 它跟佛教智慧里边的一句话 高度契合 叫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下 告诉每一个生命内在本自具足 也就是当我们站在整个宇宙格局里面 看每一个生命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读懂 每一个生命内在的具足圆满 但是我们为什么活不出这种 本自具足的生命状态呢 其实佛祖释迦牟尼 在说完第一句话的时候 后边紧接着就做了一个诠释 皆因妄想执着不能争得 大家注意 什么叫妄想执着 就是我们自己因执念而产生的内在认知 当这个宇宙空间 它是一个能量波的时候 这些能量波 无穷无尽的能量波不叠加的时候 你什么都看不见 而且你不知任何的东西 当你开始对某一个频率的能量波 产生执着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两个能量波才产生了干涉 才产生了呈现的所有的有才发生 所以没有执念的时候 没有执着任何一个 没有产生分别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空性的状态 就是无的状态 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存在产生执念的时候 或者产生分别的时候 这个有就发生了 所以有生于无 在东方智慧里面受到非常清晰 也就是所有的存在 恰好是因为我们的认知而产生 在刚才我们涉及到 这个能量波的这个图形的时候 我们专门讲到了第三个能量波 第三个能量波是什么 是观测者渲染另外两个能量波的 这个能量 那么这个能量波 它所带有的频谱 也就是说它自身的内在认知 就是它的频谱 决定了它能够渲染出跟它相应的图像 相应的现实存在 所以第三个能量波最重要 它是由观测者自身的认知造成的 所以有一句话叫万法游心 相游心生 又叫量子物理实验的实验结果 与实验人的意识相关 所以这句话 把心经 把道德经 把易经的能量属性 全部关联起来 这样我们才知道 原来整个宇宙空间的一切存在 有着如此完美的连接和内在规律 这样我们把这个逻辑系统建构起的 这个空间系统 用28个字全部概括起来了 它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质检心法 或者叫质检原理 第一句话叫起心 恩维再无穷 什么叫起心恩维再无穷 就是我们看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站在恩维 恩其余无穷大 这样的逻辑系统 这样的顶层去看 这在佛教系统里面 叫召见 所谓召见 就是召见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本性 它叫召见五蕴皆空 它看到所有能量结构 的本性是空性的 所以这样的话 它建构起了东方智慧的真正的逻辑体系 也就是从上往下 从恩维建构的整体宇宙 那么现代人的思维逻辑是建构在三维 从下往上的建构的基础 所以一点一点的用三维认知 而对三维认知的有限的突破 进入了这么量子阶段 所以量子描述是研究的有形和无形的灵界态 在更往上走的部分 在不同维度空间里的呈现 它已经没有力量去描述了 所以有一句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后面要加一句话 三维实践检验三维真理 高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 不会高维实践 想用三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 那是一个妄想 就像蚂蚁无法检验人的真理一样 因此东方智慧 它更究竟的表达了整个宇宙结构 而且站在这个结构上去看宇宙的时候 能够看破一切存在的内在规律 第二句话叫存在质检正先用 最简单的存在是正先波 最简单的存在正先波告诉我们什么 起心动念无补事业 你只要执念 你就会对整个宇宙空间的纠结由此而发生 为让我们随时善互念 随时关照自己当下的一念 第三句话叫一切呈现投影虫 告诉我们一切的随各个层次的呈现 全部是投影 也就是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N减一维是N维的投影 只有到N维 N其余无穷大的时候 它才是一切的投影员 那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说 其实一切的呈现全是假的 你只要把任何一个层次当真 你就会被这个所谓的真障碍住 比如说我把二维当真 把它挡在眼前头 我就得不到三维智慧 我只有当把这个二维的这个障碍拿掉的时候 我得三维智慧 同是我执着在三维的向上 我以为三维空间是真实的时候 我就得不到四维智慧 只有当我们把最后一个三维的向从眼前拿掉 从我们的意识中拿掉 我们才能得四维智慧 所以人类的所有修炼 让我们做的事就三个字 去杂念 那么灵为全息万有中 告诉我们灵为一个质点 所有能量 所有信息在这里面全有了 它是全息的 它告诉我们什么 每一个生命内在本自具足 让我们在寻求智慧的时候 方向明确 只有内求才能获得智慧 外求得到的是知识 所以真正 我们说一个人 真正能得的道 绝对不是外边传进来的 外边告诉你的是道理 道理不是道 就像物理不是物一样 真正的道 一定是从内在得到的 当你相信内在本自具足的时候 你才能够往内在去获得智慧 这叫信为道源功德某 如果你不相信你内在具足圆满 你所有的获得 都试图从外部得到的时候 这就叫迷信 所以因此 这四句话 包含了人类 包含了我们人类 所有智慧系统 的内在的核心的关联 通过它可以关联人类 所有智慧系统 那么在这个系统架构下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建构了另外一个 三个能量体系分布 特征能量体系分布的范畴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存在 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范畴里面 加以表达 第一是生态 在我们三维空间里面 人研究生态的时候 大部分人想到的是一个环境 是一种呈现 其实 这个生态是有维度的 是有内涵的 如果我们只在我们有形空间里 去表达生态的时候 可以 但它找不到生态的本质 影响生态的本质到底在哪 当我们理解到 当我们按中华智慧建构起生态概念的时候 它有一个纵向生态系统 这个纵向性生态系统是宇宙生态 自然生态 能源生态 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 这个宇宙生态已经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三维宇宙 它是N维宇宙 N其余无穷大的 而这个宇宙生态建构起来的整个空间格局里边 我们要了解哪一部分 它到底不同的维度 到底呈现了我们现实的什么地方 或者说高维在哪 这个高维宇宙在哪 其实我们在三维空间看到一切都是投影的像 你在外面 你根本找不到投影源 所以其实高维全在内在 你要进入高维 只有在内在 所以大家注意 内在就是心 所以为什么生态的态有这么一个心字 实际它告诉我们 这个生态 这个态是整个宇宙 但是它下面一个心 宇宙和心是一体的 所以毛主席在心之力这篇文章里面 一开始就是宇宙即我心 我心宇宙 他把这个概念说得非常清楚 其实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所以建立起这样的生态逻辑的时候 宇宙生态 自然生态 能源生态 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 发现原来生态是道 无时不在 无处不由 那么生态在不同维度上呈现的是什么 叫生态文明 这里面要强调到 为什么叫生态文明 文明是什么意思 这就牵扯到后面 我们要讲到的文化的部分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告诉大家 在中国智慧里面 儒学智慧里面 告诉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不断的提升维度 明德就是不断提升维度 为什么德是维度 因为在道德经里面 把它讲得很清楚 说这个宇宙空间的一切存在是 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人 师人而后义 师义而后礼 道是恩为 恩其余无穷大 道恩减一为叫师道 你离开最高境界的时候 就进入德的境界了 所以恩减一为和思维全是德 所以才有德高望重厚德载物 所以德是维度 是自由度 是心的自由度 是我们心灵的自由度 因此生态文明就是德 那生态责任是什么呢 很多人以为责任是律 是对人的限制 对的 但是它更本质的 是你自己的选择 是个体和组织 对众生爱的承诺与担当 所以这样我们建构的 整个生态系统 它是一个全息的 在全息生态系统的格局下 把整个宇宙全部包括在里面了 把整个空间全部包括在里面 把空间中的关系 全部包括在里面了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生命 我们看到 在三维空间里面 我们认为的生命是什么呢 是从生到死的 这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里边 我们理解的生命是极其狭隘的 为什么我们有生死的概念 为什么我们有出生 有过去 有未来 有刚才 有一会儿 这个时间的概念 是因为我们牢牢的认为 时间是长量 这个概念 我们把时间作为长量的时候 我们只活在了长宽高 这样的立体空间里面 时间是按照一个长量 不变的 爱因斯顿相对论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 说当物体接近光速运动的时候 时间变慢 大家注意这个辫子 在三维空间里 时间是长量 当加入一个新的变量的时候 就加入了新的维度 所以当时间成为变量的时候 就是我们熟悉 所谓我们最熟悉的 对高维的描述 就是时间是变量 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在时间轴上 任意到过去 任意到未来 这就是所谓的穿越 当时间成为变量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对宇宙空间理解的格局 一下就打开了 因为什么呢 在三维空间里的人 看微观世界的时候 是因为时间分辨率不够了 不能再细了 所以看到的微观世界是测不准 是电子云 对宏观世界了解 也受了局限 为什么呢 因为一百光年以外的事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们出生的时候发生的事 死的时候还没来呢 当我们进入时间 但是变量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可以把一秒钟变成一万年 一亿年 一亿亿年 所以微观世界的一切 可以持续的寥寥分明 我可以把一万年变成一秒钟 所以外太空的事情 瞬间可以达到 拿到眼前 这叫空间折叠 因此 在不同维度上的 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三维空间 有我们三维理解的生死 到第四维 没有生死 他在第四维的生命状态 他的自由度比三维大了无穷多倍 到了第五维 又比第四维高了无穷多倍 所以生命是有层次的 不同境界的生命 有着不同生命的属性 那这个生命属性 以什么而决定 每一个生命自己的内在认知 也就是你的认知是三维 你只能活在三维空间 你的生命 你的认知 如果是在四维状态的话 你投影出来的世界就是四维的 你的功能也是能够达到四维的功能的 你的绝授也是在四维绝授状态的 那么生命在这个不同维度上的生命 它们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有关联 高维的生命属性 投影出了第一维的生命现象 那个高维的生命属性就是灵魂 那个灵就是高维的意思 所以灵是高维是高维能量 灵界是高维空间 所以真正理解 生命在灵魂层次才是更重要的 为什么 它是投影员 我们在投影员里设定的这些认知 决定了我们在现实 在这个空间里的生命状态 那理解到这个生命的时候 它的维度一拉开 我们就不是仅仅活在这么有限的生命状态了 在道家这个道德经里面 在讲到生死的时候 一上来就两个词出生入死 我们说什么叫出生 我们说从娘胎里出来叫出生 那入死呢 谁能回到娘胎里去呢 出生就是从高维投影出来 这叫出生 入死是回到高维空间去 这一下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突然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答案 就是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我们才发现原来我是高维能量 在这个空间的一个投影 一个能量的聚合 所以我是来自于高维空间 那我要到哪里去呢 我一定要回到高维空间去 这叫回家 这叫往生 这叫誓死如归 所以只有在这么一个生命格局里边 对生命的意义才有深刻的领悟 原来生命的意义在于提升意识能量的维度 它指向的终极目标是投影的源 是恩维恩趋于无穷大 在佛家管教成佛 在道家管教成道 在基督教讲的是以神同在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理解整个生命格局的时候 它是一个全息生命系统 所有的信息生命关系 我们都能感到都能了知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文化 大家注意文化的文怎么解释 其实文是怎么来呢 文是这个能量在空间形成的共振的结构 这个是文 这个文实际呢 又是一个东西呢 就是像 它就是空间结构 而这个结构呢 在这个空间里投影出来的像 投影出来这样的像 就是画线 所以说文化是高维能量 结构在这个空间投影的像 叫文化 那么这个文所在的位置 这个能量结构所在的空间境界 叫什么呢 叫文明 所以明明德指的是不断到更高的明的境界 所以文明指的是维度 所以刚才我们为什么说生态文明 指的是境界 指的是维度 指的是德 所以文化就是这个德在空间的画线 所以把文化这个词的高维属性一拉开以后 我们也知道了 原来这个宇宙空间 最高境界的文明 就是明 就是明德 就是明德 其实就是道 而在它之下 这个所有的文明程度都是因为度决定的 都是你能得决定的 这样我们才知道原来 整个生命系统 整个宇宙系统 在这个空间里面 是一个完整的描述 用这三部分 就可以把所有东西全部包括了 那么他们的交集部分 被称为全息生态生命系统 也就是说 当你的生命跟整个宇宙空间一体的时候 天人合一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发现 没有一个当下 我的生命跟宇宙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跟整体宇宙都是在关联之中的 它是一个全息生态生命系统 同时呢 它又是一个全 在这个交集里面 是全息生态文化系统 也就是生态 它背后有着丰盛的信息底蕴 这些信息底蕴 在这个空间里面呈现的像 就是文化体系 就是全息生态文化系统 那同时呢 全息生命文化系统 也就是生命 也是有着它的信息属性 各种信息属性 在这个空间的表达和划线 就构成了全息生命文化系统 那这个系统 把整个宇宙的信息 丰盛的连接在一起 而这个宇宙信息 在每一个层次都可以表达 都可以有它的呈现 在各个维度都有它呈现 那么它在高维的呈现 和在三维的呈现 我们用了一个纵向的体系 把它表达出来了 我们这是三维和高维的一个临界态 那么在三维往下和高维往上 它是可以连接 在高维可以连接人类的所有智慧系统 不管是佛家的道家的新时代的 所有的基督教的 伊斯兰教的高维智慧 在这全部可以关联 它叫智联网系统 那么同时在三维空间 它可以跟所有的存在关联 跟所有的存在关联 所以它叫会联网系统 它叫会集一切存在 这样形成的通天彻地的整体系统 它的中间这一条线 就叫宇宙全息系统 接下来的话 我们对整个宇宙系统 就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表达 而这个逻辑框架 告诉我们非常简单的概念 纵向能量关系 是投影关系 横向能量关系 是叠加关系 是能量波的叠加 所以非常简单的解 这个宇宙空间 纵向能量投影 横向能量叠加 能量叠加的属性 完全可以通过 易经的这种原理表达 非常清晰 所以我们对整个理论系统的 完整的介绍 就介绍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